好,第一段看完之后,我们下边接着来看第二段 第二段第一句话说 Things can go wrong on a big scale As a number of people recently discovered in Parramatta A suburb of Sydney 他说事情可能会更大规模的变糟 正如最近一些人在悉尼市交Parramatta发现的情况那样 咱们先看看这句话的语法成分分析 Things can go wrong on a big scale 这是句子的主干结构 这个后面s引导的是一个非限定性的定义丛句 注意关系代词s引导定义丛句 关系代词在句中定义丛句里面充当的是discover的避语 发现什么呢 发现的正是事情会大规模的变糟 所以这个定义丛句修饰的不是某一个先行词 而是前面整个的主句 对吧 很多人发现的情况不正是这个情况吗 这是非限定性的 这个咱们一会儿和重点说一说 那么首先看这个go wrong跟前面一样 就要变糟就变出错不顺利 on a big scale scale在这翻译成这个规模 一般情况下都是跟其次on搭配 on a big scale在大规模的 这个结构用的特别多 形容词可以来限定这个规模的大小 小规模的on a small scale 有限规模的on a limited scale 换形容词就好了 大规模的on a big scale on a large scale on a great scale on a grand scale on a vast scale 都可以表示大规模的 这规模一般表示人数的多少 陷入人数很多 那大规模的 还有特大规模的on a class of scale on a huge enormous immense 或 gigantic scale 这几个词我们在第十课 泰坦一个号在沉默里面讲过 还记得吗 特别特别大的 特大规模的可以用它 还有你看像全国规模的on a national scale 或者说on a nationwide scale 全国规模的更大一些 像奥林匹克运动会是个世界规模的比赛 on a global scale on an international scale 或者说on a worldwide scale 叫世界规模的 注意这陷入人数多少了 世界各国家都参加了 世界规模的 本分钟呢 可能会大规模的变糟 原来就是在你自己家里面 这可能在马路上人就更多了 那么后面说 正如最近一些人在悉尼市郊 Paramata发现的那样 这个s引导的是一个非限定性的定义重句 我们知道它是关系代词 在定义重句里面做宾语 大家可能就不了解了 我们知道这个位置呢 也可以引导非限定性的定义重句 它在定义重句里面也可以充当逐语宾语之类 那么s引导的和位置引导的有什么不一样呢 咱们大概看一看 心中有个数 咱们写作用中就不会用错了 这个阅读中也容易变习 s引导的非限定性的定义重句 和位置引导的非限定性的定义重句 有什么区别 咱们看主要有以下几个区别 第一个 这个s呢 它本身作为关系代词 它指代整个主句 修饰整个的主句 而这个位置呢 作为关系代词 它既可以指代整个主句 或者可以修饰某一个先行词 但是s记住 一定是修饰指代整个主句 这是第一个区别 而位置就不一定了 位置就不一定了 第二个区别呢 是s引导的非限定性的定义重句 它位于主句之前 主句之中 主句之后都可以 它的位置最灵活 而位置引导的非限定性的定义重句呢 它不能位于主句之前 甚至咱们可以记住 由s引导的非限定性的定义重句 几乎是唯一一个 可以放在主句前面的定义重句 其他定义重句 望尘莫及的 位置当然也说不到 这个咱们看一些例子 as a point sounds life is but a dream 正如一位诗人指出的 生活不过是一场梦 这是位于主句之前了 as在定义重句里面充当point out的宾语 它修饰整个主句 生活不过是场梦 这是诗人指出的 位于主句前 children as is always the case love their mother 孩子们总是会这样 怎么呢 总是会爱自己的妈妈 那么这是位于主句中间了 把主句劈开放到中间 这个s呢 还是关系代词 它修饰整个主句 孩子爱妈妈 总是会这样一个情况 是这样一个情况 那么关系代词 在定义重里面当主语来用 对吧 还有看第三个 she became angry as many could see 这个女人已经生气了 正如很多人可以看到的那样 你看s还是修饰整个主句 女人生气了 她在定义重里面充当 see的病 大家看到什么 看到就是这个人生气了 我们看第二个句子和第三个句子 这个s都可以把它换成witch 但是第一个就不行 因为witch是不能放在主句之前的 好 这是第二个区别 第三个区别呢 我们记住s引导的非线练性同句 往往还有众所周知的 这个意思 咱们一般翻译成正如 正如很多人看到的 正如诗人指出的 都是正如 但是witch引导的非线练性同句 则未必有这个意思 它可能翻译成正如 也可能没有 你看像下面那个句子 就不能换成s 因为它没有这个正如 这个意思 我们看了一次 the sun hits the earth which makes it possible for plants to grow 太阳给地球以热 就是地球温度升高了 而这怎么样呢 witch还是修饰整个前面主句 这怎么样 使得植物能够生长 但是你不能翻译成正如 使得植物能生长那样 这是不同顺的 所以这个地方就只能用witch 而不能换成s 这注意 因为witch呢 它不一定有正如的含义 但s一定是翻译成正如 这个句子就不能换成s 这是另外一个区别 这个另外看在省略里边的一些 要注意的地方 这也比较麻烦 注意 在s后面加上is或was再加done 就是和s关系代词当主语 后面跟被动的时候 这个结构中 可以省略后面的必动词 is或was 直接用s后面加过去分词 是可以的 但是witch 它也可以关系代词当主语 后面用被动 which is或was done 在这个结构里面 可以省略witch 和后面的必动词同时去掉 咱们一起说 关系代词和后面的必动词 同时去掉是可以的 但是不能只省略必动词 咱们看一些例子 所以这省略呢 as比较特殊 比如说 as is reported a foreign delegation will visit the city 正如被报道的那样 一个外国的代表团 将访问这个城市 正如被报道的as 放在巨手是可以的 那么后面是被动is reported 我可以把is去掉as reported 正如被报道的那样 可以单独去掉这个is 但是witch这么省略是不可能的 我们看这个例子 appuma which was at large 陶顿的美洲市 老师当时就说过 可以把这个witch跟witch同时去掉 而只剩下appuma at large 却绝对不能说appuma which at large 这个是错的 好了 就这么说了 as和witch引导的非线内心动词 常见的这个区别 有这么几个 而本文中用的这个是完全正确的 是完全正确的 那么我们再看一个当年托福 这个这个改错题 语法的改错题 咱们看看这个要怎么改 这句话看哪里出问题了 as Napoleon once pointed out attack is the best method of defense 正如拿破仑曾经指出的那样 进攻是最好的防守的方法 这句话在美式英语中 被认为是错了 为什么呢 美国人认为在这种结构中 如果as确实指代的是整个主具的话 那么它后面要跟一个 非线内心的定义从事 如果是定义从事的话呢 前面这个as就错了 为什么呢 as关系代词 他在剧中一般当主语或者兵语 他做什么呢 拿破仑指出的不正是 进攻是最好的防守吗 所以他是不是应该as 做point out的兵语吧 但这里面多了一个it 两个兵语了 所以美国人认为错了 怎么办呢 得改成 as Napoleon once pointed out attack is best method of defense 这个时候as修饰整个主具 就是进攻作妖的防守 而这句话正是拿破仑指出的 as关系代词 在剧中做point out的兵语 但是第一句话 要在英式语法中呢 确实是可以被接受的 英国人在这种情况下 认为as引导的是个方式壮语从具 他呢 仅仅充当廉词 就不充当闭语了 但美国人是不承认的 as只要是指代整个主具 他会把as从具 看作是定义从具 而在英国呢 这两句话都是正确的 这个事实点 别着急 咱们的未来第42课 现在动学人众 咱们还会进一步探讨这个问题 但记住 在托福考试里面 这个写法是不接受的 是不接受的 托福之二义 用美式语法 好 那在国内呢 国内呢 我们还是用这个 这个表达 肯定是稳妥的 无论英式美式 他都接受 用第二个取词 好 正如很多人在 Paramata的地方发现 这个地方是什么呢 A suburb of Sydney 当然是 最后Paramata的同位语了 就悉尼的一个郊区 这个地方发现的那样 那么怎么样一个 大规模变糟呢 第二句话就描述了 During the rush hour when evening two cars collided and both drivers began to argue 他说在有一天晚上啊 这个交通高峰时间段 两个汽车 光荡装在一块了 两个司机 开始争吵起来了 这个语法比较简单 咱们看看这个rush hour 这个rush hour 表示交通高峰时间段 注意这个短语 一般是做不可数名词来用 它是个泛质的 即便做可数名词 一般也只用在单数 但多数都是做不可数的 做可数一般也只用于单数 咱们看一下例子 the morning rush hour 早上的高峰时间段 the evening rush hour 晚上呢 就在傍晚的时候呢 在下班的时候 交通高峰时间段 可以用它 甚至看这个句子 don't travel at rush hour 交通高峰时间段 不要在这个时候出门 这个时候会堵车的 你看rush hour在这 当作不可数名词来用 它是抽象词 即便可数 也最多只能用于单数 好了 注意 本分钟其实可以这么说 当车子非常多的时候 车辆很多 咱们有个词叫heavy 你看这个表达类似 我们可以说 when the traffic was very heavy 当车辆正在特别多的时候 这个traffic表示 路上行驶的 所有的交通工具的组成 的总称在这 所以不能介绍 the traffic 车子什么 was very heavy 车子特别多的时候 两个汽车 collided collided 咱们讲过 名词就collision C-O-L-L-I-S-I-O-N C-O-L-L-I-S-I-O-N collision 动词就collide C-O-L-L-I-D-E 就碰撞就好了 两个司机呢 没有什么海洋打起来了 然后 the woman immediately behind the two cars happen to be a learner 你看这个连锁反应又开始了 咱们先看这句话 的语法成文分析 the woman 后面那个黄颜色画横线的 immediately behind the two cars 紧跟在这两辆车后面的 这是一个借词短语 当后织女修饰这个女人 怎么样呢 碰巧还是个初学者 要是个老手呢 文文当当停下车就没事了 你看immediate在这 不能发生立即立刻 而表示距离非常近 紧跟在后面 贴在两个车后面的 那位女司机 碰巧是个初学者 好 黄颜色的这是一个后制定 我们下面看一看这个 immediately注意 它不是表示时间离得近 而是位置离得特别近 我们看一些例子 immediately behind something 紧跟在这个东西后面 它们中间再没有别的东西 紧跟在后面 immediately above something 就紧贴在这个东西的上方 就在它上方 中间没有其他东西 immediately below something 就在这东西下方 离得非常近 中间没有别的东西 或者immediately in front of something 大家都知道 就在这个东西的前面 离它非常近 中间没有其他东西 是这个意思 所以本文中就是 紧跟在这两个出户 我们的这个女司机怎么 碰巧 happen to do 碰巧是个 这个learner 就是初学者 这个我们第三课讲过 happen to do 叫碰巧 咱们回顾碰巧 还能怎么说 chance to do 还记得吗 本文中 happen to be a learner 可以换成chanced to be a learner 用动词端 动词端 range chance 加动词端端麺 也是碰巧 我们一下还讲过 it happened it chance that 加从句 也行 那本文中带进去呢 it happened 或者it chance that the woman immediately behind the two cars was a learner 用it happened it chance that 从句 也行 也是怕碰巧的意思 忘记 回去好好把 第三课的视频 好好再看一看 还能怎么说呢 还可以这么说 用习语 As it happened 或是As luck wouldn't have it The woman immediately behind the two cars was a learner 碰巧用这个搭配也行 我们再读一遍 As it happened As it happened 当然happen在这儿是有时态变化的 如果是现在时呢 可以用As it happens 或就是As it happened 但后面这个习语是没有时态变化 一定有误会的 我们大声来读一下 As luck wouldn't have it As luck wouldn't have it 但是尽管有luck 但这个事未必是好事 本文中呢 创出的是倒霉事 咱一样可以用它 直接翻车 瞧了 碰巧 这个结果讲过 第三课讲过 咱们是复习 然后呢 She suddenly got into a panic and stopped her car 这个女人因为是新手 突然间陷入了恐慌之中 并且停下了她的车子 这个陷入恐慌 咱们讲了 叫get into a panic 固定搭配 那么突然间陷入恐慌 叫suddenly got into a panic 是可以的 我们也可以把这suddenly 这个副词啊 吸收到这个get into a panic 这个搭配里面来 怎么吸收进来呢 把它变成形容词suddenly 再修饰那个panic 你看这个表达 也是很地道的 She got into a sudden panic and stopped her car 对吧 也可以吧 她陷入了一个突然的恐慌 并且停下车子 这个也行 我们大家还记得 在词语中讲过 突然地 还可以用 这个惊恐地 惊慌失措地 也可以用短语 in a panic 还记得吗 in a panic 就惊慌的恐慌的 我们可以说 她惊慌失措地 停下了车 而且突然之间 惊慌失措地 你看 我们把它变成 一个内动词 也行 She stopped her car in a sudden panic 突然之间 惊慌失措地 停下了车子 表达类似吧 我们用的是 in a panic 同样用sudden 来修饰这个 panic 意思是类似的 这还是全时文章的方法 就是我们看 还能怎么说 这会儿再写下来 就轻松了 就自如了 好 这个连锁反应 继续发生 你看后面说 this made the driver falling her break hard 这个make 在这made 这使得 这使得这个司机 drive哪个司机 falling her 后制定语 跟在他后面的司机 怎么样 break hard 来了一个急刹车 猝不急防 突然间刹车 我只好跟你去 去骑刹车 骑刹车 动词 刹车就break 那么 副词可用hard 或者用sharply 都是来个字牛 来个骑刹车 我们大声把他背起来 break hard 不能用break hardly hard也是几乎不 那不行了 再来面 break hard 再多第二个 break sharply break sharply 在这个地方 break 当然是作动词 刹车的意思 我们可以把它当名词来用 就是slam on the brakes slam on the brakes 紧急踩刹车 这个break 在这表示刹车 刹车片 这是那个名词了 slam就 啪 用力的啪的一声 我们这就用那个脚嘛 那个鞋底子 啪 用力的突然间拍下去 叫踩刹车 大声来一遍 slam on the brakes slam on the brakes 叫它紧急刹车 可以用它 那么刹车用它 如果表示车停了呢 the car stopped 车停了 当然stop是可以的 还可以用习语 叫draw up 或者pull up 都可以表示 汽车停了 我们分别读一下 draw up draw up pull up pull up 都可以表示 车停了下来 这两个搭配 一会儿在33个后面 都会出现 该怎么寄呢 特别好寄 这个draw up 和pull 都会把拉拽的意思 古代是没有汽车的 为了让马车停来 得呜呜 得用力是拽这个缰绳 把缰绳往上拽 所以呢 车停了 可以用它 这就好理解了嘛 对吧 我们看例子呗 看一下在下面 17行后面 在这个数 17行后面 这句话 Sing a cake flying through the air a lorry driver who was drawing up alongside the car pulled up all of a sudden 看到一块蛋糕 从空中飞了过去 一个卡车司机 怎么样呢 正在停车 要停在这个汽车旁边 alongside是并排了 并排停下来的司机 来了个急刹车 pull up是停车 all of a sudden 刚讲过来 是suddenly 突然间停车 不就刹车 这个停车 前面用的joe up 这里观众pull up 往上拉僵 车停下来了 特别好记 叫停车 停车呢 也可以用我们 在第六课讲过的 另外一个搭配 你看这个表达 越来越丰富了 叫come to a stop 或come to a halt 也是表示车 自拗一声 停下来了 停车 用它也行 这个stop 在这当名词了 这个hort 还是停止的意思 我们看例子 比如回顾在 第34页的第十行 34页的第十行 it came to a stop outside the jewelers 这个汽车 停在了珠宝店的外面 这是车停了 我们再看第39课里面 就是178页的 倒数第二行 178页的第21行 就是倒数第二行 Bruce tried at it but in the middle the car came to a grinding halt 布鲁斯向这个大裂缝 猛冲过去 但开到一半的时候 这个汽车 支妞一声停了 本来是come to a halt 是停车 come to a grinding halt 加个修饰语 这个grind 叫摩擦的意思 grinding halt 就支妞一声 摩擦的声音都听到了 支妞一声 车停来了 就来了个骑煞车 骑煞车 我们come to a grinding halt 这个答案 也可以把它顺便记住 支妞一个 那个汽车轮子 跟道路摩擦的 支妞一声 停了 骑煞车 也行 好 他啥车都没事 为什么 他老婆旁边还拿着东西呢 你看 his wife was sitting beside him holding a large cake 他的老婆正在坐在旁边 holding a large cake 当然是坐前面那个sitting 这个卫动词 他的这个伴随壮语了 坐在旁边同时 还拿着一个大蛋糕 as she was thrown forward the cake went right through the windscreen and landed on the road 你看这个热闹劲的 这个前面的s引导的 但是原因撞一重去 就因为 因为这个女人被往前甩了一下 就是惯性嘛 be thrown forward 向前被甩了一下 怎么样呢 这个cake 这个蛋糕 went right through the windscreen 这个right刚刚好 刚好从挡风玻璃给穿出去了 飞出去了 因为惯性原因 windscreen挡风玻璃嘛 and landed就落地了 刚好落在了道路之上 这个满那些分蛋 这个飞蛋糕 这个事儿可没见过 所以后边的司机吓了一跳 他说 seeing a cake flying through the air a lorry driver who's drawing up alongside the car put up all of a sudden 这句话比较复杂 咱们看看语法成本的分析 那么前面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黄颜色的 从seeing到第一行结束 明显是长长的一个 非未语动词 当原因撞语 看到蛋糕 谁看到呢 非未语动词 逻辑主义 应该各种主义组统一 就是卡车司机了 因为看到一块蛋糕 这个flying through the air 这个flying 是跟前面那个seeing搭配 see something 或somebody doing something 看到 某种某物正在怎么样 看到一块蛋糕 正从空中 飞过去 一个lorry driver 这个卡车司机 后面黄颜色 鞋底字是定义从具 就正 这个并排停在这车旁边 正在要停车的这个司机 alongside 自动轮友 就并排在旁边 就在它的旁边 并列并排 又停在并列停来的司机呢 来了个骑刹车 后面那个白颜色的 是这句话的 主干的未语动词结构 pull up 就是刚才的draw up 只是为了替换 我们讲了 都是停车的意思 好 咱们看看一个细节 咱们特别来看一看 这个draw up 这个draw up 在这表示 车停了下来 跟后面那个pull up 是同一词 可以顺便记住 我们先看一个简单例子 a taxi drew up at a gate draw 一般关键的证乱 一辆出租车 停在了门口 停车 那draw up 就像立马江声一样 停了 可以用它 但是别忘记 我们这个draw up 如果加并运的话 意思就不一样了 draw something up 或者draw up something 我们看到这个符号标志 something跟up 可以替换 那说明这up 其实是一个副词 可以放在并运前 并运后都可以 这是什么意思呢 二十一课讲过 是起草某个东西 而不是停车了 就写出个副稿 起草 我们再复习一下 第106页第7到第8行 106页第7到第8行 他说 when the marquis of quinsbury drew up the first set rules 那个时候 Marquis 侯爵 他起草的第一套 圈击比赛的规章制度 这个draw up 是起草的意思 因为他急不动词 加并语 这个意思 没有并语呢 那就是 这个可以指停车 这个意思 就好记了 那么本文章号约后面的 alongside alongside 是沿着什么什么的边 或者表示 与什么什么并排 沿着他的边待着 或跟他的并排 在一个地方待着 我们再读一下这次 alongside 注意 注意在后面 在里面 alongside 既可以当副词 也可以当借词 副词就是靠边的意思 借词 就沿着什么的边 停了下来 跟他并排待着 并列的 这个与什么什么并排 这个意思 咱看例子 a car drove up alongside 一个汽车 靠边停了下来 这个alongside 当副词就靠边的意思 如果加并语呢 就与什么什么并排 就好了嘛 再看例子 a police car pulled up alongside us 那么一辆 police car 警车了 pulled up 我们刚刚讲 也是停车 怎么样呢 停在了我们的旁边 跟我们 我们站在这 停在旁边 跟我们并排待着了 你看这是alongside 副词 这次都可以 类似的 靠边 和跟什么什么 的并排在一块待着 这个意思 好 那么这个 停在了 正在旁边 又停在 这个车旁边的司机 怎么 pulled up all of a sudden 来了个急刹车 这个连锁反应 还没有结束 你看后面 转动了 the lorry was loaded with empty beer bottles and hundreds of them slit off the back of the vehicle and onto the road 这卡车上 be loaded with 这个不说了 咱们讲过 好多遍了 是装着货 满载着 load不是往车上 装东西吗 满载着空啤酒瓶子 毕竟好几百个 啤酒瓶子 怎么样 slit off the back of the vehicle 从这个车后滑掉了下来 这off是脱离离开的意思 slit就是动词原型 slide 一般过得是 slide slide 一般过得是slip 那么意外的滑落 或滑倒 咱们29号还讲过一个slip 也行 也可以 你看本分钟 slip off the back 也可以换成 slipped off the back 的vehicle 也行 动词原型的 当然slip slip 这个slip 就意外的滑落 或意外的滑倒了 这个都行 本分钟用起来 也非常贴切 但是要注意后面这个词 用得特别好 他说 the back of the vehicle 这个vehicle 是车辆 车子 这个vehicle 可以指路上行驶的 各种交通车辆 什么出租车 卡车 汽车 拖拉机 我们都可以叫vehicle 就车辆 为什么这没有再用卡车呢 再用卡车的话 跟巨手那个lorry 就重复了 不是那个卡车 装着啤酒瓶子吗 再说从卡车上掉来 中国人觉得没关系 但英语中名词吗 我们避免重复吗 用卡车 用车辆来避免重复 但是大家要记住 这个地方好像不是同一次替换 因为卡车这词 同一次没法换了 当然它有嘛 Truck嘛 Truck嘛 T-R-U-C-K 不是卡车嘛 但是这个Truck 是美式英语 而本文中坐的 雅力山大 是英式的一个坐 他本身是英国人嘛 他不可能 美式英语嘛 在英国卡车 一般就用lorry这次就好了 所以同一次不好换 怎么办呢 注意本文中 用的是一个上译词 英语术语叫 Superordinate 什么的上译词呢 我比你大一圈 卡车属于车辆吧 从车子后面掉了下来 什么车 前面又有语境 当然是没卡车了 这叫上一次替换 你看后面这个Viko 这个字 其实把这个lorry包住了 这个上一次替换 一定得放到后面 把到后面 这个比它大一圈 上一次替换 我们再看一个例子 你看用的多妙 Giant pandas are considered a national treasure and the Chinese government are doing their best to protect these endangered species 大熊猫被认为是中国的国宝 叫national treasure 并且呢 中国政府正在竭尽全力 在保护大熊猫 一句话中出现两次大熊猫 就不好 大熊猫这个词换成同一词 不好换了 它换成什么呢 有的时候换成animals 保护这个洞 animals是可以的 但是动物这个上一次太大了 天上飞的 地下跑的 水里附的 它都是animals 最好被它大一圈 换成了 宾威物种 保护这种宾威物种 species 你看刚刚讲的物种这次 这是上一次 用的好 用的妙 用的这个 非常漂亮 你看避免同一词不好换 换上一次 再看一个例子 这是咱们在 直人义 协作范文中 的一个片段 李老师同时 也教直人义的协作 你看在这里面 是怎么说的 怎么听话 非常巧妙 Motover In the past two years Other nearby cities may have begun to build similar golf courses and resort hotels Indeed The fact that Oceanview has already built these facilities might actually pertain failure for Hopewell 这是在 二国文的文章 就博论文中 一个片段 你该怎么说 此外 在过去的两年中 其他临近城市 可能已经开始 建造了 类似的 高尔夫球场 和度假旅馆 其实啊 这个事实本身 什么呢 就Oceanview的城市 已然建造了 这些高尔夫球场 和度假旅馆 这个事 你看 刚刚出现 高尔夫球场 和度假旅馆 再用一遍的话 就重复了 你说高尔夫球场 怎么换同一词 不好换了 度假旅馆 换同一词 相当困难了 怎么办呢 已经建造了 这些设施 These facilities 是不是包含了 球场和旅馆吧 球场和旅馆 都是facility 都是设施嘛 这就是上一词地管 这是咱们写作的 基本公式以来 多么漂亮啊 三册 又给我们做了个样板 那个 从车子混淮来 光了光了 掉在路上了 后面说 This led to yet another angry argument 这又导致 又一次 气氛的争执 这个 led to 就led to 刚刚讲过led to 就相当于 刚才讲过的 那个什么 setup 导致嘛 咱们说过 这个yet 又一次再一次 这是第五课知识的复习 yet another yet one more still another still one more 经常可以把yet 或者still 放在another 或者one more前面 表示原来已经有很多了 现在又一个 再一个 又一个 这是用加强语气的 这个表达第五课 facts 事实数据 咱们讲过 咱们看几个例子 yet one more question 我再提一个问题 说明原来有很多 再提一个 yet放在one more 当然也可以说 yet another question 也行 still another example 再举一个例子 当然也可以说 yet another example 都可以 yet one more still one more 都可以 说明原来很多 再举一个例子 我们再回顾一下 第五课中 第五课中 咱们看一下 三十页的第十一行 到第十二行 三十页十一 到十二行 他说 he sent yet another facts informing the journalist that if he did not reply soon he would be fired 他给这个记者 又发了一封传证 咱们书中有啊 这个前面有好多封证 又发了 yet another 跟本文中这个 yet another angry argument 是一样的 因为刚才那几个人 吵架还没结束呢 又一次气氛的争执 记住这个大配 我们是复习 好 与此同时 meanwhile the traffic piled up behind 与此同时 这个车辆 在身后排起了长龙 这个meanwhile 刚讲过 与此同时 这个中间 已经做了 充分的替换了 跟前面再出现过 没关系了 如果中间替换了 好几个了 离的第一个比较远了 再次重复出现 这个没关系了 那个这个traffic 老师说了 路上行驶的全部车子 这个不能用复述 那piled up 什么意思呢 piled up 是越来越多 相当于动词 accumulate 越距越多 越来越多了 越变越多 一点越来越多 这车子越排越长 越排越长 排起了长龙 我们看历史 the work just keeps on piling up and makes me want to scream 这可能秘书在抱怨了 哎呀 这个工作就是不停地 在增加增加增加 越来越多 干一件来两件 干两件来四件 让我都想尖叫去了 啊 piled up 越聚越多 工作越来 车子越来多 也可用它 piled up 这个结构 在第一节课 就第一课 puma at large 生词里面 那个accumulate 里面讲过 如果忘记 回去把第一课 视频可以再看一看 生词里面讲过 好 这个警察叔叔们可费劲了 it took the police nearly an hour to get the traffic on the move again 警察们发花了大概啊 有将近一个钟头啊 才能让这个汽车 再次行驶起来 我们看看句子语法成分分析 这个at还是一个形式上的主语 这花了警察将近一个小时的时间 什么事呢 真正的主语还是句末的动词不定式 to get the traffic on the move again 让汽车再次前进 这个事花了警察大概一个小时时间 这个take在这花费是可以的 它的主语可以是事物 但是我们在这个 第五课里面说过 take 表示花费同时时间 主语是人 也完全正确 就somebody take some time to do something也行 这里也可以说 the police took nearly an hour to get the traffic on the move again 也是正确的 记住take 表示花时间 主语不单是事物 也可以是人 大家还记不记得 在第五课中 he took a long time to send them 但是他花了很长时间 才把这些信息发送出来 he took a long time 我们讲过 这个主语可以是人 但是主语是人呢 我们还有另外一个spend 也是花费 这个spend主语不能是事物了 一定是人了 但spend后面一般不叫to do了 这搭配就变了 我们再回顾一下 the police spent spend一般估计是把字母T去掉 还成字母T nearly an hour getting the traffic on the move again spend some time doing something 或者spend some time in doing something 这个in可以去掉 这也是花费时间做模式 你看不同的动词和文 搭配是不一样的 没有办法 英语实在是个过分精确的语言了 特别是满糊的中国同学 在义和的中文中 语境中 文化中成长起来的 中国同学 一定要重视英语的 固定搭配和文法 否则的话 咱们一个句子七八个错误 我就看不到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